7月13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苏星 国内的疫情越来越恶化 今天单日确诊病例再次破纪录 首次破万 一共通报11,079宗 目前累计超过85万宗确诊病例 其中雪兰儿又是位居榜首 时隔两天再次刷新记录 今天新增5263宗确诊病例 国内新冠肺炎单日确诊病例首次破万 累计85万5949宗确诊病例 各州的单日确诊数字也日日走高 雪兰儿今天来到了五字头 吉隆坡和森美兰也各通报 1521宗和1033宗确诊病例 唯有玻璃市没有新增病例 今天再有125人染疫死亡 累计死亡病例达到了6385宗 加护病房的染疫患者也还有972人 疫情日益严峻 已经久未露面的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 今天连同卫生部长拿督斯里阿汉巴巴 卫生部秘书长拿督默罕默沙菲克 以及副卫生总监拿督张志强出席联合记者会 他说雪龙和森州病例走高 是因为扩大针对性筛减所致 他也承认另一个导致病情严峻的原因 与病毒变种息息相关 尤其是传染力和危险性很高的Delta变种病毒 感染力快而猛 而且可以通过空气传播 因此呼吁民众戴双层口罩降低风险 另外诺西山也说 接种疫苗是目前唯一的对策 完成两剂接种可以避免变成重症 这就大大减低了入院治疗的人数 接种者的传染力也会降低50% 出席同一场记者会的卫生部长阿汉巴巴 今天也宣布 该部接下来会增派1160名医护人手 支援雪龙和森州 该部也已向中央政府要求增加12亿令吉的拨款 为家户病房执勤的医护人员增加津贴等等 另一方面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今天到巴生中央医院巡视 他披露预计本月底抵达我国的200万剂新冠肺炎疫苗 将分配到巴生谷和森美兰 供8月初开始接种用途 希望这些疫苗分配以及增派人手到评估中心 可以协助制止高风险地区的疫情蔓延 慕尤丁今天亲自巡视人满为患的巴生中央医院 并且与医护人员交流 了解医院针对新冠肺炎的操作 另一方面 慕尤丁指出他基本上同意卫生部属下的 大巴生谷公共卫生特别工作队 提出的11亿令吉拨款申请 以提升巴生谷前线人员的能力 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激增 停尸房空间不足 导致巴生医院的兵贵一味难求 遗体迫于无奈被置于常温下 甚至发生腐化速度变快 使家属难以辨认的情境 雪州和吉隆坡疫情急剧恶化 医疗系统濒临崩溃 医院除了想方设法增加病床 也出现了停尸间与兵贵延缺的窘境 为此 殡葬业者自发捐干兵 给予丧失至亲的家属最后的安慰 复生生命礼仪董事阿言 接受中国报电访时指出 如今巴生医院的太平间 使用率已达到百分之百 家属要办理领事程序 必须排期大约两天 加上疫情的影响 也拖慢了殡仪馆承接丧疑的速度 他提到 根据标准作业程序 染疫病患的遗体无法施打保存针 如果没有冷冻保存 加上天气炎热 遗体腐化的速度会加快 大马殡葬礼协会会长江天豪也披露 雪龙其他地区的政府医院 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如果死亡人数继续飙升 无论是医疗或殡葬业人手 都会越来越吃紧 希望政府尽早让殡葬业者接种疫苗 新冠肺炎已经在国内造成 超过6000宗死亡病例 一名女网民透过直播 揭露糖嫂疑似死于新冠肺炎 希望借此呼吁民众 面对疫情不要抱有侥幸心态 她也在直播中劝告民众 尽量不要到人多的地方 国内疫情严峻 加上反反复复的行动管制令 不少家庭因为生计问题陷入困境 幸好社会处处有文情 一位父亲为了购买奶粉和食物 带着一堆硬币到杂货店 在发现硬币不足以买下这些东西的时候 收银员和现场购物的民众 都愿意为她付钱 让她一家获得温饱 一名网友在面子书揭露 日前在杂货店采购排队付钱时 看见前面的男子拿着奶粉和鸡蛋准备付钱 价格大约30令吉 对方掏出硬币付款 收银员算了大约10令吉左右 就告诉男子已经足够了 并迅速替他打包 网友见状自告奋勇要替他付钱 在场的其他顾客甚至外劳 也愿意为他购买粮食 网友说该名男子眼光泛泪 最终并没有接受大家的好意 只是带走自己购买的东西 另一方面在雪州书邦在野 一名感染新冠肺炎的46岁印义男子 潜入没有运作的工厂偷电缆 结果被高压电灼伤 送院后一致身亡 书邦在野军区主任阿都卡利助理总监指出 案件是昨天下午接近三点 在沙亚南三英里一间工厂内发生 他说死者拥有一项犯罪和七项毒品案前科 警方初步调查相信死者是割断工厂篱笆后潜入 偷电缆不成反送命 雪州山阿南会展中心疫苗接种中心 有两名志工在本月10号前确诊新冠肺炎 在一轮大型筛检之下 再揪出204名工作人员确诊 政府因此宣布今天关闭该中心一天 今天预约者也会获得新的预约日期 而这也是国内首次因为确诊病例 关闭疫苗接种中心的案例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凯利 今天在记者会上指出 该部昨天得知消息后 就迅速决定关闭疫苗中心一天 以进行消毒和撤换职勤工作人员 此举并不会拖延国家接种疫苗的进度 他也说200多名确诊的工作人员 CT值都超过35 证明传染几率并不高 不过他也提醒民众 尤其是7月9号至12号期间 曾经到访过IDCC的民众 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 如果出现与疫苗副作用不同 或者类似新冠肺炎的症状 要赶快联系有关单位进行检测 另一方面 槟城今天有一场静悄悄的疫苗接种活动 卫生局流动疫苗接种小组 今天在引起大礼堂 为槟城聋哑人协会成员接种疫苗 全程以手语沟通 在场的医护人员也获得手语翻译员的协助 在登记处以及辅导处与聋哑人士无障碍沟通 这个无声接种活动将会连续进行三天 一共会有300人受惠 接着来看社会新闻 槟城桥之市一名女屋主在凌晨时分 被几名便衣警察敲门 要求入屋检查 因为担心遇到假警 女屋主当场开直播求助 最终在人民社检前来沟通后 让相关的警员入屋执行任务 事情才告一段落 女屋主在直播中指出 一名便衣警方在凌晨敲门 亮出警察证件要求她开门 因为担心遇到夹境 加上家中都是女性 她拒绝开门 不可以哦 我们害怕了 我们很多警方都能保证 怎么我都能保证 现在 用衣服都能保证 都能保证 怎么你都能保证 怎么你保证警方 我都能保证 没想到警员一度拿出大剪刀 准备破门而入 不过最终选择和女屋主沟通 还找来两名制服警员 证明不是假警 事情演变到最后 由文讯赶到的人民社警 从中协调 确认是真警察后 女屋主才让警员入屋查看 结束了这场闹剧 国际新闻 疫苗混打课题 在国际间有不同的声音 尽管有些国家早已经开始为人民混打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则建议 各国不要把不同制药商研发的新冠疫苗混合使用 因为目前依然缺少数据 证明混打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斯瓦米内森 今天在线上简报会指出 混合施打不同品牌的疫苗 是一个危险趋势 因为目前依然缺乏混合疫苗 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相关数据 在同一场记者会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强调 没有证据显示 已接种两剂疫苗的民众 需要接种加强剂 他呼吁赋予国家 把用作加强剂的疫苗 捐赠给贫穷国家 他认为 Delta变种病毒 以惊人速度全球蔓延 现实优先次序 应该是让从未接种了民众 至少接种一剂疫苗 与此同时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宣布 已经连同中国国药集团 和科兴公司 分别签署了预购协议 两家公司的疫苗 将进入全球新冠肺炎疫苗 实施计划 并从7月开始 提供至多5亿5000万剂疫苗 联盟首席执行官伯克利说 由于这两种疫苗 已经被世卫组织列入紧急使用名单 因此可以迅速开始交付 交点转向荷兰 荷兰在三分之二人口 接种至少一剂疫苗后 上个月27号大解放 各种娱乐场所全面开放 没想到就这样 导致疫情迅速反弹 确诊人数创今年新高 上个星期五 发布的单日确诊病例 接近7000宗 对比一星期前 数百宗暴增了8倍 为此首相吕特坦言 政府判断有误 为提早解封的决定道歉 中国方面 随着疫苗接种越来越普及 中国一些地方政府 开始对没打疫苗的人 采取限制措施 包括不能进入学校 医院等公共场所 除了强硬措施 有些地区如青田县 则是推出消费优惠 鼓励人民积极接种疫苗 同样是中国的消息 江苏省苏州市一座酒店 在星期一下午发生倒塌 造成8人死亡 9人失踪 现场都是瓦砾和碎片 搜救队伍全力营救 出动各种仪器和探测犬 还有救护车现场待命 截至今天早上 搜救人员已经救出了 14名受困者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这家酒店多次改名 也被挖出一直加盖楼层的情况 不排除因此影响了 建筑结构的沉重能力 换个心情 先来看一则商业资讯 意外总是在我们 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降临 若有一天 你经历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当下的你是否知道如何应对 此刻是生命最脆弱的时候 每个心跳与呼吸都必须掌握在关键时刻 此刻的你 每一分每一秒都必须受到高度关注 并且交付在最值得信赖的手中 在你最被动与无助的时刻 不分昼夜分秒必争地 为你尽一切责任抢救 三维 Medical Center Velocity急诊部 随时为您做好准备 我们拥有合格的专业团队 以及最先进的设施和医疗设备 我们拥有足够的能力 应对迎面而来的种种挑战 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都能提供你最合适的医疗服务 我们将同样呵护您的亲人 这对我们来说可是意义非凡 因为我们可以成就一个幸福家庭的美好时光 生命从此变得更有意义 拥有更多的喜悦 我们承诺提供行等的关怀与奉献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都尽力陪你走到最后 让我们为你的健康打点一切 让我们带你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因为你的圆满生活 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Sanway Medical Center Velocity 急诊部 您的健康是我们的使命 第七十四届康城影展如火如土展开 星光大道红毯上历历巨星亮相 每位明星的行头都是美光灯下的焦点 饰演古艺大师的女艺人 蒂达史云顿Tilda Swinton 就以一身大胆壮色的服装 吸引了众多目光 到底它是什么样的打扮呢 新闻最后我们带您到现场 看个究竟 我是舒心 提醒您要做好防疫SOP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电视频 这个影响 电视频 有 Nou 电视频 电视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